各位老师好 各位老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叫唐湛达 来自辽宁盘景 91年生人 之前四年在百度 从事城市经理职位 然后在18年2月份辞职回家创业 然后今天来这里想寻求一份 本案创作的工作 好 谢谢大家 其实看你的经历还挺有意思的 首先第一个我最想问的是 你是环艺设计专业 对 那你今天应聘的跟你专业没关系 我工作跟我专业也没关系 对 为什么 当时也是为了高考嘛 学了艺术 然后也没考好考个专科 后来觉得就是说 对设计类吧 跟自己所讲的不一样 没有那种热情 然后我大学的时候做兼职 会是去商场促销 买一些小东西 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 让我很有满足感 所以做了销售 然后销售之后半年多左右吧 然后当了城市经理 当了管理者 但你即便是今天应聘的这两个职位 相差也很有 我有点理想主义 这是我的理想吧 就是真正想做的事 哪个是你的理想 文案创作了呀 或者写东西 听说你现在还在做脱口秀 对 在家那边开了个酒吧 你自己又做老板 又做脱口秀演员 对 而且是有一个喜剧社 是十多个演员 你的脱口秀什么风格 脱口秀 风格还不好说 应该算是故事性比较强吧 很多时候 能说个段子 我们听一下吗 那我可以说你吗 涂雷老师 可以可以 没关系 就地取材嘛 一个男人成功啊 成功人士 他们会有什么 会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 或者说logo 对吧 涂雷老师就有一个 他用自己的发际线 做了一个麦当劳的logo 这是麦当劳啊 这叫美人间好吧 还可以是吧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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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猛着 我从幼儿园开始 就被人霸凌 谁在笑刚才 我们那时候上幼儿园 会家长给你装些零食 那天我爸妈 就给我装两颗杏 放在书包里 那我背着去上学了嘛 等到课间的时候 其他同学 把零食拿出来吃的时候 我想起来了 我也带杏了 那我就把书包 从屁股底下拿出来呗 当我把书包打开那一刻 两颗杏变成一坨杏 我同学就很慌张 说我天哪 小汤 那你带爸爸上学 当时的钱门就炸了 就说小汤 带爸爸上幼儿园 当时我就很为难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个杏了 我就想要有人救我 那在场就有一个成年人是谁 是老师 我就看老师说你救我 对吧 帮我解释一下 告诉他们这个是杏 不是爸爸 然后老师真的救我了 他带着我去厕所洗猪包去了 之后全幼儿园都说 小汤你带着爸爸去幼儿园 他们开始孤立我 排挤我不理我 但这个事又很莫名其妙 是你们分别成杏和爸爸 但是被排挤的是我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 那种反讽 或者自嘲的风格 我喜欢这样 因为我做脱口秀 我希望是包括杏和把玩 那个段子其实是真事 但我希望的是让大家去想一想吧 这个其实是很好笑 但可能对于我来说又没那么好笑 我就想向大家能够认通一点 就是并不是每个欺负的人 他被欺负都是有原因的 可能有时候唯一原因就是我们随着集体的思维 随着大六去做一件错的事情 我对唐山达的第一印象好得不得了 我们对这种语言表达能力很强的选手 其实是非常感兴趣的